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聊聊,我是小五 中年女人不想失去男人的爱,应该不要抱着哪种生活态度去生活,你都明白吗? 女人一到了中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已经退去了幼稚,不管是思想还是做事,必须都要变得成熟 生活中还有很多压力,让自己都喘不过气来 还有来自家庭生活的各种琐事困扰 要想在这种局面下生活,要用自己一颗成熟的心来应对,发生每一天的事情 所以说女人必须要学会用心去经营生活,遇到事情不要太过于冲动 生活对于女人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随着年纪的增长,中年女性在不断的完成蜕变 尤其是在对待爱情的时候,女人不再是那么懵懵懂懂 作为女人如果不想失去男人对自己的爱,不要用这样的状态去面对生活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不要靠男人养着你 女人即便结婚以后也要独立 因为哪怕男人承诺过,我是要一辈子对你好,或者说这是一种赌注 当你遇到一个好男人的时候,他会把自己全部的心都交给你 想办法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并且懂得体贴你,照顾你 但是,万一你遇到了一个渣男,那么就得听天有命了 如果女人只会等着男人来养你,那你就很缺乏独立意识 男人想对你好,那是对你的幸运 如果说他每天只会指骂你,指责你,不想对你好 你为了生活也能够必须走下去 再怎么样,你也得忍着 这就是很多中年女人只想靠男人养着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结局 第二,不要忽视对自己的爱 对于不如中年的女性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好好的爱自己 不要为了所谓的婚姻就放弃了自己坚持的原则 心再情愿地为了对对方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 让丈夫觉得你对家庭的存在贡献还是很小的 时间长了以后,丈夫反而不会觉得你有过多的存在感 而且不会对你有过多的重视 在男人眼中,钱比人更加重要 所以中年女人更加要懂得好好的爱自己 买护肤品,买品牌,这些都是对的 不过这些只是表面上的现象 中年女人应该如何去装扮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毕竟在年龄上已经没有很大的优势了 对于男人来说都喜欢那些年轻貌美的 但是如果你只知道外表,中年女人注定也是要输的局面 女人想要的好好的爱自己,首先就是要保持健康 并且你要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最后才是通过外表去表达对自己的一系列的装饰 只要把握好这些问题,男人大多都会对你有所不舍 对你更加的欣赏 第三,不要为了爱情而迷失了自我 人到了中年对爱情不会看得很淡 反倒是很多女人在年轻的时候对爱情没有一个很深的认识 从而盲目的做出选择 导致自己没有遇到一个真正合适的结婚对象 结婚过后感觉很不幸福 同时又因为某些牵绊只能将就地生活在一起 这样的女人很容易重新燃起对爱情的一种欲望 尤其是遇到了让自己心仪的人 就很容易失去理智,最终产生了婚外情 在现如今这个时代,诱惑是非常之多的 如若内心不够坚定,不管婚姻幸福还是不幸 都有可能出轨的现象 女人要明白一点 如果你的婚姻幸福,绝对不会有婚外情的出现 如若你的情人够爱你 他也不会用这样的方式选择和你在一起 无论你是为了情人迷失自我,还是选择长久的出轨 这是为了情人选择离婚 终有一天,感情都会出现危机 总之,人到了中年,在一些行为上要应该有所成长 相信很多人遇到问题,头脑就不够冷静 抱着一种心存侥幸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是十分可怕的 最后伤害最大的始终是自己 女人要明白,已经度过了半生,是对你的人生是一种探索 你一定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指导你未来的路应该往哪里走 好了,本期的聊聊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